先恭喜大家正式成为高中生 当你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 那也欢迎大家来到高中的这个阶段 那今天我们要谈论的是 要讲的是高中第一课 老师呢在开始进入到文本之前呢 可以给大家一些简单的方向 那老师这边有罗列几点可以供各位参考 那高中的英文课文到底怎么开始 很多同学可能国中的习惯 就是看到文章就直接开始做阅读了 其实各位同学你可以从课文里面的标题一定要读 我通常在上一课新的课文时 我一定会从标题开始 因为标题里面有很多讯息可以带给你们 那这是第一个 然后再来除了标题以外 整个课文课本里面一定会有很多图片 图表或者是插图的这些部分 OK那它也可以提供给读者们很多讯息 那根据标题图片图表和插图 那读者呢要去做预测 OK这个预测的过程 Prediction它其实很重要 它可以帮助读者在开始进行文本阅读之前 对于整个文章有一些基础的概念或认知 OK那当然它所预测的不见得会完完全全的出现在文本当中 但是读者呢如果有这些想法在脑中时 他在进行阅读时才不会那么焦虑 所以呢非常鼓励大家每次在阅读新的课本里面 新的一课是一定要从标题 还有一些非文字的部分着手 那各位同学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课本的这个地方封面 第一课封面 这标题它说什么呢 Are you ready for the climb? 你准备攀登了吗? OK它用的字很简单 那这里有三个hashtag 第一个是Predical Writing 所谓的Predical Writing就是应用文 所以其实这一篇今天我们要讲的文章是应用文 然后第二个hashtags My new identity 我的新的身份 然后第三个 Think positive 正面思考 所以从这三个hashtag 那再加上这个标题 我们应该可以简单的预测 其实这篇文章呢 比较像是给各位 因为你们是高一的新鲜人嘛 OK所以呢你们拥有的新的身份 那我们希望各位同学呢 在高中三年的阶段里面呢 可以正面的思考 OK 那各位现在是小高一阶段 未来会升上高二高三 所以呢你准备好要努力攀登了吗? OK 从这个标题还有这三个hashtag 我们就可以做这样子的预测 这样董老师刚刚提到的一些重点嘛 OK所以高中的课文 OK你就可以从这几个方向开始 那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往下来看 我们要开始进入到课文的部分 那进入到课文之前 各位同学你可以看到你的课本 开头其实都会有一个 每一课都会有一个reading strategy 那可能因为国中的课文 它的篇幅都比较短 所以各位同学在阅读时 就比较不会有问题 可能常常 一下子因为很短 那用字也没有那么的深 所以读完大概就了解大意了 但到了高中 首先篇幅拉长了 单字也加深了 所以我们必须学习一些 非常基本且必要的一些阅读技巧 来帮助自己呢 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进行大量的阅读 而且能赶快找到重点 那我们今天要教大家的第一个阅读技巧 Reading strategy是什么呢 叫做skimming OK,skim可能对各位同学而言是个深字 那翻成中文它叫略读 照字面其实就是快速的阅读 OK,快速的阅读 那快速的阅读为了什么 各位同学我们可以来看下面这个段落 它根据这个skimming 这个阅读策略去做解释 skimming means reading something quickly to get a main idea 来同学 get the main idea 四个字请你highlight起来 找到主旨 OK,所以呢快速的阅读 目的是什么 为了帮助自己找到主旨 找到整篇文章的中心思想 OK,那这些中心思想 这些重要的概念 文章中提到的重要概念 通常会出现在哪里呢 来同学我们继续往下看 important ideas are often found in certain parts of the passage such as the first and the last sentences of each paragraph OK,同学你可以看老师画线的地方 found in the first and the last sentences of each paragraph 每个段落里面的第一行 和最后第一句和最后一句的句子 一定要读 所以各位同学这里也可以提供大家一些阅读上面的策略 就是略读时 有时候你可能因为今天有限的时间内 你必须要快速的掌握出整篇文章的主旨 那如果真的来不及每一个字每一个字细细的去阅读 其实最快的方式把每一个段落里面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快速掃过 基本上你就可以大概知道整篇文章要讲的重点了 所以这个很重要 好,所以除了掠读我们每一个段落里面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如果刚刚跟大家讲的 其实我们还可以透过哪些地方找到文章想要传达的部分呢 其实就是一些像刚才讲的的title标题 abstract abstract同学可以写一下叫栽药 OK,栽药 and visual information 来,visual叫视觉的 OK,或者是透过一些 不好意思,稍等一下 视觉的 视觉的讯息也就是我刚刚讲的非文字类的 它可能是图表啦,或是图片,插图等等 such as tables, illustrations and infographics Tables就是目录啦,illustrations是插图啦 然后infographics就是一些图表 OK,这样可以吗 所以各位,第一个 请同学,我们今天要教大家的第一个阅读策略就叫做掠读 OK,它通常会掠读哪个部分呢 每个段落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或者是透过整篇文章以外的一些讯息 例如标题,再要视觉的一些非文字类的图表 目录,或者是插图等等的 这样可以吗? 好,那等一下我们整篇文章讲完 我们会回来看这个问题 要问大家的问题 透过这个阅读策略要问大家的问题 我们可以先来读这个问题 Scheme the passage below and choose the correct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this passage mainly about? OK,请略读下列我们即将要开始讲解的文章 并选择正确的答案 OK,那问题是什么呢? 这篇文章的阻止为何? OK,所以各位同学先有这些概念 海藏呢? 然后海中 我们读完后会再回来看这个题目 那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就即将进入到第一段的部分 那在我们的课文编排 各位同学 我们新版的这个 三名版的课文在左手边的地方 基本上都有一些段落的这个说明 整个段落的阻止到底为何? 整个段落它的大概的重点是什么? 我们都会用一句话稍微解释一下 那我们先从课文讲解完 我们再回来看左手边的这些文字 OK,那我们先从第一段开始 OK,Welcome to Steelwater High School All freshmen Are you excited about high school? OK,首先 各位高一的同学 来,Freshman 这个叫高一新生 各位高一新生 所有的高一新生们 欢迎来到 Steelwater High School 欢迎来到 Steelwater高中就读 Are you excited about high school? OK,你对于高中生活充满了期待 非常兴奋吗? 这里用的是疑问句 那各位同学 你这边你可以看到 Be excited about Be excited about 老师这边帮你把片语写起来的 这个叫对什么什么感到兴奋 或者是期待 所以你对于高中生活感到兴奋吗? This is an exciting stage of life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人生阶段 令人期待的人生阶段 exciting 各位同学 你看连两个句子都出现 excite这个字所变化来的情绪形容词 那你可以看它的形 一个是ed形 另外一个是ing形 老师这边把这两个字抓出来了 同学我们可以看一下 excite excite 这个是动词我们国中学过 始兴奋 对吧 那加ed OK 或加ing 都可以变成形容词 但是ed形和ing形的形容词用法上面 有非常大的差别 我们从中文来解释一下 各位如果你是ed形的 excited OK 这个叫感到兴奋的 那各位同学请问谁会感到兴奋 是人还是物 对的是人吗 所以ed形的情绪形容词通常就是修饰人 OK吗 所以我好兴奋 I feel so excited right now I feel so excited I feel so excited about high school 对不对 那exciting ing 这个叫令人感到兴奋的 那通常是某个事件 某个事物 会让某人觉得兴奋 所以ing形通常是修饰 这个 事件 修饰事物 这样可以吗 所以各位同学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醒 ed形修饰人 ing形修饰事物 OK 那老师刚刚这个第一句呢 这边这个welcome 其实老师要补充一个用法 这边刚好刚刚不小心 已经辣掉了 所以我们再回来看一下第一句 welcome to a place 通常欢迎来到什么地方吗 但其实welcome后面也可以接人 OK welcome someone OK 那后面常常会搭配介系词with再加名词 或者是by加上动词ing OK 那老师可以简单给你一个例句 好不好 比方说 OK OK the student OK sorry the teacher welcome the students with a smile OK 老师用微笑欢迎学生 OK 或者 你看这里就是用with 这里的with同学可以写起来 就是用的意思 OK 那我也可以说 the teacher welcome the students by waving his hands OK 各位同学 wave是挥动的意思 所以挥手 所以老师挥手欢迎学生 OK 好 一只手就好 OK 这样可以吗 那这个是补充的句型结构给大家 那我们接着继续从这个第四句开始 OK you will experience a lot of great things and make good friends OK 你会经历很多很棒的事情 而且会结交许多好友 所以各位同学第一段很短 它就是简单的四个句子 OK 那这里的make good friends 这个叫结交好友 那如果你今天要特别指出 和谁结交成为好友 你这些词可以搭配with 所以同学这边可以写起来 make friends with someone OK make friends with someone make friends with John 和约翰成为朋友了 好不好 with家人 那make friends with 我也可以用一个动词叫befriend 这补充给大家 befriend 本身是一个动词 而且它是一个极物动词 OK 所以它后面可以直接接受词 所以 I make friends with John you can say I befriend John OK吗 好 那第一段呢 各位同学 我们做个总结 有没有 他就提到了 学校的人员 其实你看右手边这里 school counselor 学校的辅导员 他欢迎呢 这个高一新生 来就读他们 这个still water高中 然后并问同学 期待高中生活吗 那并承诺学生 在高中这三年 你一定会经历 很多很棒的事情 并结交许多好友 所以我们来看左手边 第一段在讲什么 paragraph one gives a warm welcome to the new students 第一段呢 欢迎呢 这个高一新生 OK 好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在这些 在这边先到一个段落 等一下继续从第二段开始